你这就让我得下结婚了 这结婚也太容易了吗 跟什么玩意下 四叔 你干啥呢 你吓唬人玩呢 刚才我下结婚一顿 真的呀 那你吓唬我跟小米粒呗 我上一遍呢 我自己的事都没解决明白呢 正好你来的正好 我要向黄小黄求婚 你给我帮个忙 咱俩一起吓他呀 你吓唬他干啥呀 是怎么的呢 小黄啊 有结婚恐惧症 我想找赵刚子 帮我说一说 四叔 我觉得这事啊 你得找我二姑父 我二姑父在吓人这方面 是头的冠军 钱是头是头的 你懂吗 哎呀 所以说 这小区没有我就不行 哎呀 不提我 怎么的了 二姑父 你上什么难事了 你来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你说 那啥 那个方小事啊 要向那个黄小黄求婚 好事啊 黄小黄啊 有婚姻恐惧症 好 他那怕黄小黄不同意 就找我大姑赵刚刚的帮忙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上一边去 小事啊 赵刚子怎么着就就比我厉害啊 啊 不是顺风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啥呀 接下来邻居们告诉他 小区最优秀的男人是谁 哎 哎 养殿铁乱了 你你啥样我不知道 我就问你 黄小黄脾气爆不爆 爆啊 二米粒脾气爆不爆 更爆啊 二米粒都让我治这成我媳妇了 你和黄小黄这点事 我给你搞不定 对啊 哎 你是不是有事咱先走吧 我还有事 我给你伤害你 说啊 干什么 你说啊 这么一听啊 还真得是你帮我这个门 黄小黄你不就来了 你帮帮我行不行 淡定 我是一个过来人 黄小黄来了 我跟他谈一谈 问他三个问题 帮你搞定 你可拉倒呗 二股峰 走吧 你给我上一变子 找小色 找我 来了 啥事啊 来来来小色 一边站着 淡定 小黄 请坐 好的 小黄啊 我听说 二股 二股 我有事 我先走吧 小黄啊 听说最近 你对这个婚姻方面 产生了一些恐惧啊 你咋知道的呢 不光是婚姻 我出对象 我都害怕 不怕不怕 有哥啊 这样啊 哥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人生活 跟两个人生活 有什么区别呢 多一个人呗 哎呀 问你有水平 答你一针见血 你也没问 对 好那我从问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 早餐你吃的什么 油条 怎么吃的 就下楼买回来 自己吃的 你不觉得 少点什么吗 豆浆啊 对呀 光是用头 多敢的呀 我都买 我都买 你不觉得 你少一个人吗 谁呀 我就问你 你知道 阿米利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不知道啊 吃的也是油条 是吧 但是哥 下楼帮他买的 哥拿着油条上楼 陪他一块吃的 寂寞的时候有 可不 小黄 我也可以给你买早餐 陪你吃 好 病好点呗 还差一点 淡定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黄请坐 那么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倒是问呐 小黄啊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 漫漫长夜的呢 嗯 这就是 你不要納利 你老医子 你老医子 生病的时候 你好 你别人 你老医子 我身上 那么嘞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好的 哥 你问 哥呀 在宴气之前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我问了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纯生 戴爽 老许花 还有闷倒驴 但他们倾诉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他治病你咋还给他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没灌他就喝多了 小黄啊 你知道二米粒受伤的时候他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是哥是哥还是哥 手捧着肥饼 白肚骨头之后 陪他喝的 你一定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我 问出来 那你们喝多以后 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喝多以后怎么了 吐了 你呢 我喝多的时候 二米粒会打我 那你 挺着 人家有小圈圈 催你胸口 你哥在这 我随便打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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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你哥 我觉得听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二米粒特别幸福 哎 我怎么觉得我的恋爱恐惧症好像好了呢 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方小三 咱俩聊聊啊 好啊 二哥 你是头的 冠军 是吧 大安部演戏啊 应该做的 谢谢 陈芸芳 陈芸芳 起来 你不是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是是是 吃饭就都 二米练 哎呀 黄小环 哎呀 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 谁呀 你们 二姑 说的就是你 刚才我二姑父 把你讲了一遍 老感人了 全喝多了 我们就什么都说啥了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你太幸福了 这话 从何说起了 咱就从从何说起了 行 你今天咱们吃的啥呀 油条 终于整了 那个 是不是 顺风哥 给你下楼买的完呢 陪你一块吃的 啥 啥 我对吧 你问问他 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过吗 他知道想穿点啥样吗 啥意思啊 哥 我有钱 这啥意思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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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赵先生 大什么地儿 大什么地儿 没事没事 我再问你啊 阿米利儿 嗯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顺风 给你买药 完了一口一口 喂你吃的呀 没有啊 啊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那个 小黄 我感觉 要不咱还是先走吧 不 你等会儿 我又走走一个女朋友 阿米利儿 哎哎 在你忧伤难过 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哎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 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儿找他去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酒 我一粗粗一定 走我嫂子的 放表字 谁是粉 淡定啊 淡定 我感觉这里边 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那个 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 哎 小黄啊 你好好说 我说话 小黄啊 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大家看他还走了呢 回来 钱顺芬 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 不让你帮 挺好的事 给我搬洗碎一会 你小黄 这是啊 哎呀 什么情况 二姑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你是纯头子冠军呢 四叔啊 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 哎呀 哎呀 我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媳妇啊 怎么的啦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啊 你邀请我吃饭嘛 我就问你 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啊 哎 你你幸福吗 挺幸福的呀 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闹的 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 好像没有哎 我小黄得了一种病 叫结婚恐惧症 我正给他治病呢 马上就要治好了 你可得好 当机给他干医院去了 那你不早跟我说啊 这治病这事我比你在行啊 放行 现在我就接到处愿 还啊 还 我给你讲的就是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婚姻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住我前顺风的一句话 磕磕绊绊 有关怀 打打闹闹 有真爱 是